女邻居走路姿势怪异,老太太觉得不对劲,吓得立刻报警,2016年9月7日的上午,王秀春因为要照顾米粉店的生意,不能分身乏术,所以只好将一岁多的外孙琪琪交给了80多岁的组外婆代看,大概到上午11点半左右,王秀春忙完店里的生意,要回去接琪琪的时候,却发现琪琪不见了,本以为琪琪跟别的邻居在一块玩,就没放在心上了,可是两三个小时过去了,还是不见琪琪回来, 这让王秀春的内心有点慌了,琪琪到哪里去了呢,该不会是被人给带走了吧? 王秀春所住的房子是一条街上,周围都是相处了20多年的老邻居,邻里关系也非常的和睦,小城里面人情纯厚,经常有谁家大人忙了,邻居之间就会帮忙照看孩子,外孙琪琪一直非常讨人喜欢,街坊邻居都喜欢逗他,平日里,琪琪的父母工作都比较忙,所以琪琪一般都是待在外婆身边的, 有时候王秀春的米粉店生意好,让邻居照看琪琪都是常有的事,然而这次让王秀春没想到的是,琪琪居然在这条街上消失了,临近中午的时候大概11点半左右。 王秀春打算从邻居那里把琪琪带回家睡午觉,可是他找了一圈去了河边,公园等经常带琪琪去的地方都没有发现琪琪的身影, 于是王秀春又去跟邻居们打听琪琪的下落,可邻居们都不知道琪琪去哪里了,甚至还以为琪琪早就被接回家了, 王秀春内心咯噔了一下,紧接着就感觉额头冒汗,手脚发凉,琪琪不会是被拐卖了吧? 这个念头在王秀春的脑海里闪过,正当他不知所措的时候,他突然想起自家门口刚好安装了一个民用监控探头。 或许能在那里看到琪琪去了哪里,被什么人带走,从监控中,王秀春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一个身穿黑底花纹外衣的中年女子一直在逗琪琪玩, 琪琪似乎跟他玩得很开心,等到9点20的时候,那名女子一手抱着琪琪,一手从屋里搬出了琪琪的儿童车,接着又把琪琪放在了儿童车里, 然后若无其事地推着琪琪离开了,到此,监控视频再也没有出现过该女子带琪琪的身影了。 于是,王秀春赶紧顺着他们离开的方向找了下去,终于又在附近小学的监控里再次看到了琪琪和那个女人。 但这一次看到的画面却把王秀春吓了一跳,他走路的姿态非常的奇怪,突然就变了,看到他转弯,转到那边去,转弯的时候走得特别慢,转过去了又走得好快了。 看到这里,王秀春就更担心了,这女人的行为分明就是在拐孩子。 随后王秀春等人又调取了之前的视频,发现早在前几日,这个女人就一直在琪琪的身边晃悠, 甚至在带走琪琪的前一天,还在带着琪琪四处闲逛,通过视频里的种种举动,王秀春几乎能确定, 这个女人带走琪琪似乎不是一时兴起,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 王秀春说,这名女子是他们街上的一位租客,平时待人很热情,所以就对她放松了戒备, 可万万没想到她居然干出拐卖孩子的事情,知道拐走孩子的是什么人, 那琪琪能顺利找回来吗?因为一时的疏忽。 把孩子弄丢了,王秀春非常的自责,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女儿女婿, 王秀春的女儿苏女士得知孩子丢了后也是非常焦急的, 但是她最害怕的还是琪琪会受到伤害,担心会是团伙作案拐卖儿童。 琪琪丢失的三个小时内,一家人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手足无措,不知道做什么才好。 这时候,苏女士想了一个办法,苏女士通过微信这一大众化的通讯工具, 将琪琪丢失的消息发布在自己的朋友圈中, 把监控中女人的样子以及孩子丢失的位置都发了出来。 还有和自己孩子的近兆,想用这样的方式来增加辨识度, 这条朋友圈很快就传开了,几乎在全程人的手机上传开了, 在朋友和好心人的帮助下,这条朋友圈消息给苏女士带来了不小的帮助, 短短十几分钟后,苏女士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对方是一个摩托车司机,她向苏女士和警方透露, 自己中午搭载了一个妇女和一个幼童, 跟照片上的两个人特别像, 随后向警方透露了他们的下车的地点, 摩托车司机说他们下车的地方是05线一个出租车聚集地。 警方随后在附近的一家药店的监控中, 发现了琪琪和嫌疑人的身影,监控显示, 嫌疑人带着孩子乘坐一辆出租车离开了, 而此时,苏女士的电话再次响起, 这次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打来的, 据这位这位出租车司机透露, 她是在搭载了嫌疑人和琪琪之后才看到的消息, 觉得跟自己带的乘客很像, 就赶忙给苏女士打了电话, 嫌疑人带琪琪下车的地方是陈州火车站附近, 司机还清楚记得嫌疑人下了车后, 静止往火车站的方向去, 嫌疑人去火车站, 这明显说明她要逃跑啊, 保不准还要把琪琪带到哪个地方卖了, 想到这里, 所有人又再次紧张起来了, 但是下面的一则消息更让人担心, 出租车司机说他们下车的时间是上午的十点多钟, 而警方得知此线索已经是下午的两点多了, 这之间间隔了四个多小时, 以及从苏女士的家到陈州火车站, 还有120公里的距离, 话不多说, 只要有一线希望能把孩子找回来, 警方和琪琪家人都不会放弃, 警方和琪琪的爸爸随后赶紧赶往了陈州火车站, 陈州火车站是京广铁路线上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 每天都有上百辆火车从这里经过, 如果嫌疑人带琪琪上了火车, 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警方和火车站的侦察员调取了陈州火车站各个出入口的监控视频, 对近站口的影像进行一一查找, 一番查找几乎是动用了火车站所有的工作人员, 但最后警方还是一无所获, 嫌疑人就像是带着琪琪突然消失了一样, 这不禁让人担忧, 难道嫌疑人真的带琪琪上火车离开了, 还是就地交易后藏了起来, 一波三折, 警方始终没有放弃对琪琪的寻找,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们最后在火车站附近的监控里发现了琪琪的身影, 监控画面里, 嫌疑人推着琪琪在马路边上行走着, 孩子坐在推车里, 不哭也不闹, 过了一会儿, 他们又在下一个路口出现了, 嫌疑人依旧推着孩子, 但他们并没有进火车站, 而是进入了火车站附近的另一条道, 警方推断, 嫌疑人并没有乘火车离开, 应该就在附近, 而且将近两三个小时内, 都是嫌疑人一人推着琪琪的, 这就意味着嫌疑人并不存在团伙犯罪, 但很快, 嫌疑人带着琪琪从监控中消失了, 由于嫌疑人消失的一带是监控的盲区, 所以线索再一次被迫中断, 尽管警方是想尽了办法寻找琪琪, 但还是没有什么结果, 天渐渐黑了, 琪琪的家人也更加着急了, 就在琪琪的家人因为找不到琪琪而濒临崩溃的时候, 一通电话让他们再一次看到了希望, 警察陆冠鹏突然接到一通提供线索的电话, 打电话的人说自己是嫌疑人的前夫, 他说自己的两个外甥在看到苏女士发的朋友圈后, 觉得照片上的嫌疑人长得像自己的前妻, 他看了一下还真是多, 所以就打来了电话, 嫌疑人的前夫的人还提供了一些信息, 他说嫌疑人确实是自己的前妻叫李清兰, 今年47岁, 早年两人离了婚后, 李清兰就改嫁到陈州这一带了, 警方在核实过信息后证实了这位男子的说法, 可是要如何找到这位李清兰女士依旧还是摆在民警面前的难题, 每次在情况危急的关头, 琪琪的爸爸妈妈总能接到一些有用的电话, 就在人们拼命寻找李清兰把琪琪带到哪里的时候, 琪琪爸爸的电话响了起来, 对方的声音有些沙哑, 听起来有70多岁的老人的感觉, 他告诉琪琪爸爸自己是李清兰的现任丈夫, 李清兰的丈夫说琪琪现在就在自己家里, 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而且现在非常安全, 并告诉琪琪爸妈随时都可以来接孩子, 刚开始琪琪的家人还是一头雾水, 后来李清兰的丈夫说自己是看了苏女士发的朋友圈, 才发现自己妻子带回来的孩子是琪琪, 自己也对妻子的行为感到非常愧疚, 这通电话带来的消息对琪琪家人来说是既惊喜又蹊跷, 这似乎跟人们之前猜想的情况不同, 琪琪不是被绑架拐卖, 带走琪琪的人也不是拐卖孩子的惯犯, 李春兰带走孩子就是他的私人行为, 那为什么看上去亲切和蔼的他要擅自带走邻居家的孩子呢? 背后又有怎样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傍晚七点多, 琪琪父母和警方赶到了李春兰的住处, 他们从老远的地方就能看到屋里是开着灯的, 走进之后, 他们先在李春兰家的后门那里观察了一会儿, 透过窗户看见李春兰抱着孩子, 孩子在他的怀里发出轻微的哭声, 看到孩子没有受到虐待, 人们也就放心了, 于是警方就上门找李春兰要孩子了, 可没想到李春兰并不配合警方的工作, 拒绝归还孩子, 就在双方都僵持不下的时候, 李春兰的丈夫回来了, 李春兰丈夫的一番话打破了僵局, 也让李春兰心甘情愿地还回孩子, 这个孩子你养得大吗? 估计连幼儿园都送不起, 自己养不大, 又何必去害人呢? 琪琪小时的当晚九点钟, 李清兰的丈夫配合警方, 把孩子完完整整地交还到苏女士的手中, 此时, 琪琪家人学了将近十一个小时的心, 才终于放下, 跟孩子十几个小时没见, 在琪琪家人看来, 就像是分别了好多年, 琪琪爸爸把琪琪紧紧抱在怀里, 脸上洋溢着快乐的笑容, 琪琪的妈妈苏女士也连忙发了一条朋友圈说孩子找到了, 谢谢大家的帮助, 而此时, 一边的李春兰也已被警方控制, 上了警车去了派出所, 临走时还目不转睛地望着琪琪, 故事到这里似乎就结束了, 但李春兰为什么要带走琪琪, 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我们并不清楚, 通过警方的审问, 李春兰说出了自己的一段往事, 这是一段悲惨的往事, 他的第一段婚姻跟前夫生了一个男孩, 后来因为夫妻感情不合跟丈夫离婚了, 儿子交给前夫照看, 他独自一人来到陈州打工, 后来惊人介绍自己又与大自己27岁的曹先生, 也就是现任丈夫结婚了, 由于双方年纪都大了, 所以他们就没有再生育了, 这些年里, 李春兰只能靠看儿子的照片来缓解内心的痛苦, 可就在2016年的9月1日, 李春兰接到一个噩耗, 他26岁的儿子因为发生车祸而离开了, 儿子的死对他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 李春兰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 他望着儿子的照片足足哭了有一个多小时, 后来更是整日以泪洗面, 丧子之痛不是一般人都能理解的痛, 可是为什么李春兰要把自己经历过的痛苦转嫁到他人身上呢? 面对警察的审问, 李春兰说自己在儿子去世三天后, 就搭车来到了林武县这里嘛, 在租住的几天里, 他跟邻居的关系处得非常好, 尤其在看到别人家的小孩子的时候, 李春兰就忍不住凑上去抱一抱, 摸一摸, 并热情地招呼孩子, 然而在李春兰和蔼的笑容背后藏着的却是分裂的人格, 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他把自己没能在亲儿子身上发挥的爱转移到被自己拐来的孩子身上, 他以为自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把孩子带走, 日后好好照顾就行了, 但这样他的自私行为无疑是害人又害己, 最后李春兰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他被判处一年零六个月的有期徒刑, 相信最后法律和时间能让李春兰醒悟, 日后以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去对待生活。